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银博海其长152 生侠28 蝴蝶31 飞猎手9 潮汐53 明朝一条龙1.0全收集 任务生侠其长相宝箱 飞猎手潮汁一系升蝶蝶 好,那这批我们开局来到 银博海右上角 这一处 这个锚点到这里之后 往西方向丢左边 这边我们过去把这个 流放者下沉服装拿一下 这是那个任务 之前我们上一批级的那个任务 好,过来拿到这个什么 流放者下沉服装 然后再往北方向丢上方 北方向丢上方这边走 这边接游到对岸 好的,上按往我们左边看 西方向丢左边 这里有一个细声碟摸一下 摸一下 好的,给大家送到位 送到位之后在西北方向地图软角 上面有一个阴障一 阴障一的挑战 我们从这里直接爬上去 好,那爬上来之后 过来开启挑战 好,来切开怪 好,那我们切完怪来拿到这个潮汐之一的 不对,这个是金米其他箱 拿到之后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从这边走过来 还要往上爬 从这条牛的旁边这里往上爬吧 好吧,上来 这是一个潮汐之一 来清一下怪 好,那清了怪之后来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奖励之后往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走到障一边 低头看 这边前方有一个生霞挑起来 好,那拿到生霞 拿到之后往西南方向地图左来角 这边在对岸有一个潮汐之一 好的,过来,我们把怪清一下 好,切完怪来拿到潮汐之一奖励 拿到之后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里我们要爬上去 直接往爬 别着急 稍微等一下体力 再继续往上爬 爬到这边这棵树 的这一侧 然后我们绕开这棵树 绕开这棵树 走过来 在南方向 就是下方 在对面的 这一个拱形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它的顶部肩部 顶部正中间 有一颗生霞 我们直接从它的一侧 直接跑到它的一侧 左侧 这里直接往爬 好,过来拿到这一个生霞 好,拿到生霞 然后再往西南方向地图左来角 这边滑跳 好,前方这里有一个 潮汐之仪 好,我们过来 行家怪 好,清完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这个奖励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东方向 地图一遍 这边往前走 前方有一个锚点 那开了锚点的小伙伴 直接传送过去 没开锚点的小伙伴 我们一起跑过去 那这里的话 这里的话 在锚点的右手边 在我们现在右手边 这个路灯的右边 这里有个房子 这房子里面有一个朴素其他箱 捡起来这个其他箱 然后再把 再把这个锚点打开 好,那开了锚点之后 直接打开地图 我们传送回到银渤海右上角 这个锚点 好,回来之后往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另一个任务指引的另一个地点 回来拿流放者的上身服装 好,这边拿一下 拿到之后继续往东南方向 地图一下角 前方有一个蓝色的光影 那个是一个河豚挑战 好,开跑 这个箭头比较影响速度 不太建议 往上跳 好,那 挑战完成之后 这里出现一个基准承承 然后拿到它之外的时候 拿到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 地图左边 这边走过来 这里有一个奇长箱 靠近它 这边点击 交互一下 会出现一堆怪 我们把怪清一下 好,那清了怪之后 来拿到这个基准枪箱 拿到之后 我们再把西娃 转到我们的东方向 地图一边 在这个水中央 那个小岛上 有一个飞猎手 这里我们从旁边过去 不要紧咬它 掏出一个枪手决策 突袭一下 好 速箱速决吧 我的实验还没做完啊 好,那突袭成功 突袭成功之后 我们直接打开地图 传送回到 音波海U双角 这个锚点 回来之后 再往东南方向 地图一下角 去找NPC对话 好,继续对话 这里对话完 然后我们要调整一下时间 调整到四日二十一点 四日二十一点 好,然后我们再跟着任务之影 直接往前跑 直接跑过来和NPC对话 好,这里对话完之后 我们再把四条转到北方向 跌入上方 绕开这个铁皮 然后再往左拐 绕开铁皮往左拐 这边只走过来 有一个楼梯 这楼梯 这一层 这里是一个电梯 这电梯 你首先看一下 你的这个电梯 它在不在 在的话就站上去 点击上升 没在的话 就那个控制台 点击呼叫电梯 好,上来之后 我们走出来 右手边 这里往上走 好,这边上楼梯 上楼梯 别着急 往我们左边看 这里有一个朴素其他箱 这个其他箱是任务过程中 出现的 出现的其他箱 如果说你在任务过程中 不拿的话 它会消失 这里我们把它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我们再挥头 从这边的楼梯 往上走 上来和这个NPC对话 好,对话完 它会走 这里我们稍微等一下 等它走开 这里会出现一个调查点位 调查一下 然后我们再 原路返回东方向地图边 楼梯走下去 沿着这条路往下走 原路返回 这个任务不能起跳的 连安空格没用的 好,一路走过来 走到电梯这里往下走 好,出来左拐 这边下去和这个NPC对话 好,这里对话完 然后再继续跟着任务指引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过来 在我们右手边 这条狗的旁边 旁边这个几个轮胎 箱子这里 有一个朴素提倡箱 给它捡起来 这个箱子也是 也是任务过程中的箱子 如果说不拿的话 做完任务 它就会自动消失 好,这里我们过去 出发任务 好,这边破坏之后 再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个胶囊房里面 好,现在我们再出去 那出来就被发现了 被发现我们就把怪清一下 好,那这边清完怪之后 再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走 这里是击败援军 也是同样是打怪 过来把这边这部怪清掉 好,在这里清完怪之后 我们先把四角转回到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角这边往回走 好,在这里的话 任务进行到这一步的话 这边是一波怪 几波怪就会出现 这样一个起长项 我们来清一下 好,清完怪之后 来拿到这个基准起长项 拿到之后请用 拿到之后 把四角转到我们的西北方向 地图左下角这边走过来 走到前方 这个帐篷这里 再往我们右手边看 这边有条路,从那条路走过去 走过去之后左拐 左拐 左拐拐过来 这边是刚才那个电梯 好,我们回来继续 沉舵的电梯往上走 好,上来之后 我们现在直接往上爬就行了 好,直接爬上来 在哨塔的顶部 这里一个浮出其他项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往南方向就下方 这边一个帐篷 帐篷的边缘 这里一颗生霞拿到塔 拿到生霞打开地图 我们传送 传送回到 因波海又上角 这个摩点 回来之后往东方向 地图边 这边跑过去 把任务交一甲 好,那交了任务之后 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了啊 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好,那交了任务之后